没有想看到客房会这么的大 各位朋友,这里可以煮菜 这个饭店的客房非常非常的帅 真的很喜欢这个跳色的感觉 这家新的饭店,是绝对不值得推荐的 Hello everybody,又到了开箱饭店的时候 今天要推荐的是在吉隆坡,Rajachulan一带 刚刚开幕,应该两三个月的一家 非常有设计感,然后我自己觉得很贴心的饭店 就是这家Liv Rajachulan Kuala Lumpur 你可以看看,它这边扫过去就可以看到吉隆坡 饭店的外观都以黑色为主 然后他们的商标是黄色的,非常的跳色 然后总共有12层楼高,你可以看看整个设计是非常棒的 马上来进去看看一目了然的大厅好了 饭店大厅的部分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跳色的感觉 因为跟它的外观有蛮大的差异的 你看看这个登记柜台后面的那个插画,或者我们说壁画啦 它非常的有风格,非常的有个性 然后还有一个等候跟休闲区 整个大黄色让人看起来心情好好 你们不觉得黄色就是有一股魔力吗 就是你一看到黄色你就觉得,哇,我的心情被点亮了起来 然后你看看这整体宽阔的空间 还有配上那个霓虹灯,整个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加分耶 而且为了整体的设计感呢,他们还选用了黄色的霓虹灯来配黄色的墙面 我觉得这个双重组合这样子重叠 我还是觉得他们的大厅虽然蛮小的 可是设计的还蛮有诚意了 饭店大厅应该要给一个赞的 就是他们有这个自动贩卖机 有零食啊,饮料啊,矿泉水啊,泡面还有提升饮料 我这觉得很棒耶,不用出门就可以买到东西这样子 然后大厅旁边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咖啡厅 也是大家吃早餐的地方 这里有提供简单的西式早餐 然后平日的话,你其实也可以约朋友 没有住的话也可以约朋友来这里吃吃喝喝 我觉得整体设计感是有趣的 又是我所谓的可爱配色,白色,黑色,再加上黄色 棒 现在这一派呢,就是开箱客房 但是不要怀疑你接下来看到的片段 因为为了保持,就是让大家看到最新鲜的画面 所以呢 等一下你要看到的那个客房画面是昨天拍的 所以衣服不联系好麻烦 反正拍摄影片就是,一切靠剪辑吧 所以呢,大家就进入第一天的片段 马上来看一下房间 我其实没有想看到客房会这么的大 因为它的价钱可能是刚开幕,所以其实还蛮便宜的 可是我现在看到这个房间的宽敞的程度 我觉得,哇,我这个钱花的好值得 然后整体空间非常的大 你看看这里 这里 应该可以打开五个行李箱吧 很优,而且你的行李箱可以直接放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床面的设计是非常棒的 这家饭店的客房真的很优耶 虽然说没有什么漂亮的风景 但是你看看这幅画 我最喜欢所有颜色碰撞在一起的那种和谐感 这个是马来西亚国花大红花 就是有城市又有乡村的风景,非常的漂亮耶 这边呢,提供了一台Samsung的Smart TV 然后呢,饭店的办公,这是我的衣服 办公序,桌子跟椅子都非常的有设计感 喜欢这个灰色的调调 然后这个全黑的桌子也非常棒 当然这边有一些我自己的杂物啦 这个办公座呢,其实它还是有附上一些便利贴 然后有告诉你说每一个楼层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贴心的事情 另外要讲的是这个饭店没有提供水的 所以你如果需要饮用水的话 你必须去到外面装 我也觉得非常棒 因为你其实不需要一直打电话去给柜台人员 说我要水,我要水 你直接去外面装就好了 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个想法 再来呢,要称赞一下插座 我觉得新开的饭店标配就是要有这个USB的插口 如果没有的话 这家新的饭店是绝对不值得推荐的 我本身对插座的要求真的是蛮严格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电子设备都还蛮多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提供USB插口的话 我怎样充我的充电宝 我怎样充我的Apple Watch 我怎样充我的手机 同时可能大家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电子设备 所以我觉得新开的饭店就应该要跟得上时代 所以这家饭店UP 再来呢,也有一个全黑色的衣架加置物柜 我自己觉得非常棒 那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篮子呢? 主要是因为这里也可以让你就是投币式的洗衣服 在楼上随时可以拿上去楼上洗衣服 然后还附上两双简单的饭店式的拖鞋 抛弃式的拖鞋 这边就有一个保险柜 我觉得很不错耶 就是它的设计不是那种很老派的设计 你看这个键盘 好了,新的饭店就是这样 它东西都很新 这个想必是吹风筒吧 吹风筒藏在保险柜里面 你们是有多怕这个东西被偷 拜托 好喜欢有幽默感的饭店 你看看这句话 你的生命还是生活 你的生活可以不完美 但是你的头发可以 真的是表里如意耶 他们的吹风筒也是全黑色 Swissman这个牌子它其实主要是提供 一些连锁饭店的吹风筒啦 热水壶啦什么的都是这个牌子的 发钱柜上面就是给你放包包的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手电筒 我真的觉得我必须给这个饭店一个大大力的赞赏 因为他们的所有配件都有在讲究的 黑色的区域就配黑色的固件 这个吹风筒跟这个手电筒都是 虽然都是Swissman的啦 我觉得就是统一性还蛮棒的 这边呢就让你挂衣服 这个这个有一点少见我继续不懂 我不是高档人 这个衣架是拿来挂什么的 内裤袜子吗 感觉上是 但是我已经这样子摆放了 所以 然后这边我就挂了我的衣服 虽然我来两天两夜 但是我带的东西很多 我带了四顶帽子 六件内裤 四双袜子 只是两天了吧 因为我出门就是喜欢这样子 再来呢就是镜子的部分 虽然说不是全身镜 但是我基本上每次都很喜欢 饭店用这种圆弧形的镜面 我觉得非常的棒 这一间我给他 这个镜面我给他满分 其实现在这样子看起来呢 我觉得这个饭店的客房 非常非常的帅 我真的很喜欢这种 又时尚又有一点色彩 不会太沉闷的饭店设计 我觉得他们整体的设计很在乎 小细节的部分 就像刚刚圆弧形的镜面 还有他的这个办公桌的桌角 也都是圆弧形的形状 椅子也是圆形的 所以我觉得在整体空间上的搭配 他其实是有经过思考的 而不是觉得我觉得这个漂亮 我就放进去 他其实每一个周围的环境都是相忽并的 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 我后面的这个床头灯 我非常喜欢 这个床头灯啊超酷的 你看刚刚我提到的圆弧形 也展现在这种细微的事情上 然后呢 他除了可以转就是你要的角度以外 他其实有两个 你有看到这边有两个开关按钮吗 一个是后面发出的灯光 一个就是比较直射的灯光 所以你如果晚上要阅读的话 你其实不会影响到你的另外一半 你只要把后面的关掉 然后这个直射的灯光就只会照亮你那个部分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贴心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你知道就是亮着的时候都可以睡觉的 所以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对光敏感的人 这个就非常的棒 好赞 浴室的部分 哇 有没有看到我刚刚提到的 一致性又展现在这个镜面上 我真的很喜欢 有形状的东西 除了他价钱比较贵以外 他真的是比较有美感的 所以你看看 这个镜面后面 还做出了这个 有打出灯光的设计 我觉得在这一点就很加分 他们在乎细节的程度 真的非常的棒 洗手台的设计呢 也是简简单单的他们选用的这个沐浴品 body lotion还有hand watch 都是来自ideology这个品牌 他们也是提供连锁饭店的一个沐浴用品的品牌 就是梳洗用品之类的都是ideology提供的 但是他在市面上确实比较少见 然后这边就是马桶然后毛巾都在这 沐浴空间的话有两种联盆头 一个是全身的一个是 那我们平时在家里用的 然后呢简简单单 这个灰色的材质的墙面 我非常非常喜欢 很有质感 既然是饭店开箱 那就认真的来试一下他们的 备品的味道好 来积一下他们的shower gel 嗯 闻起来是香的 他在上面写的是 他是澳洲梅子还有苹果味的 可是闻起来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他的味道是香的 有那种真的有那种果香味 来洗看看 哦 真的很香 我觉得每次住饭店的惊喜 就是如果你订了一家饭店 他给的那些全部或者shower gel的味道很普通 或者那个品牌你一看就知道好烂 你就会觉得好糟糕哦 自己连洗澡的欲望都没有 可是这个 嗯 会让你一天洗三次澡 很香 他的那个果香味 梅子跟苹果 好啦 他就纯粹是果香 可是 他的果香又不是那种化学味 他是很天然的果香味 好棒哦 好喜欢哦 这个牌子 为什么他只提供饭店 他不出来卖 我也买不到对不对 好 这一段是自言自语 好的 房间就是这样子啦 反正每次开箱 呃 饭店的话 浴室都是压走嘛 所以 这一间 我真的 打从心底 觉得 可以住 好吗 就像我刚刚说的呢 房间里面没有提供水 但是你要饮用水的话 需要来这里装 对 就是每一个楼层都会敷上这个 就是 装饮用水的空间 最可爱的是 每一楼都有 微波炉 太神了吧 到底有哪一家饭店想要在每一个楼层提供 女波炉 这么方便的事情 我觉得每一间饭店从今天开始 都要认真考虑这个选项 因为我觉得 对于旅客来说 也说我们想要穿得很邋遢的 去热食物 或者有些 连微波都没有了 但是这个 蛮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我觉得 很贴心 别照顾到了 我们现在去12楼 所有的公共设施 健身房 什么都在12楼 然后13楼有一个 Cook Out 是不是煮饭的区域 不知道 我们去看一下 12楼 感觉蛮漂亮的 这里呢 就是12楼的天台风景 一样是可以看到基隆波塔 然后还有一些 刚刚我觉得很喜欢的 那个跳色的一些插画的设计 哇 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美 一个公共设施区的空间 好喜欢这个颜色哦 就是整个跳色的设计 然后再加上黑配黄啊 真的就是设计学里面 他们算是绝配的 其中一种组合啦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小酒吧 应该是到了傍晚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边点杯小酒 然后我很喜欢这种 贴小海报的设计 然后这个字体也选得非常好 这边的每一个字句 都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边呢 就有一个小的会议室 所以如果你住这家饭店 你需要安静的空间 开会还是什么的 你就可以跟他们说 你要借用这个开会 或者是讨论东西的空间 这样子 如果你这饭店真的很闲的话 还可以有一些小东西跟你玩 这边呢 有一个 投币式的洗衣间 从外面看起来里面 也太美了吧 哇 come on 有个霓虹灯在配上这个蓝色的贴纸 哇 这个洗衣机完全直接升级 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健身房 但是我不懂里面有什么 因为刚刚我试着要开开不到 这边是一个感觉是半包厢式的 因为它其实是通的到外面的 但是这一区就可能比较安静一些 然后再拐个弯 有一个很酷的东西 各位朋友 这里可以煮菜 这到底是什么饭店啊 我第一次看到一家正正式式的饭店 有一个煮菜的空间 而且我问了是可以用的 这边我后面身后的这些器具 全部都是可以用的 而且夸张的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 就电饭锅 开玩笑 到底谁要来这里旅行的时候煮饭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饭的话 非常棒 然后这边还提供了两个微波炉 然后还有一些调味料的部分 我真的觉得很贴心耶 是人家留下来还能特地买的啊 真的觉得很棒耶 而且那就算了 竟然还有橄榄油 这么高级的东西 这里真的 哇哦 不可能 不可能一个饭店会有炸东西的器具吧 好像是真的耶 我不知道怎么开它 算了 我这不就是一个不足餐人 然后这边还有共用的冰箱 你看它自己写明了 这边有一些使用共用冰箱的规则 这个厨房很嚣张 还有靠土司机 超可爱的 你看看这个厨房 加了霓虹灯锅 整个厨房的氛围就变得不一样了 虽然说这个共用空间的空间没有到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可爱 我真的喜欢这种有风格有性格的饭店 就是可以透过他们的品牌识别来给大家看到他们很有趣很好玩的那一面 然后你刚刚看到的那些厨房的空间啊 健身房啊洗衣的空间啊 他都很有一致性都使用了霓虹灯 所以让人家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试住了一晚过后呢 我又另外多订了一个晚上 因为我其实第二个晚上是没有住宿的 可是因为这里太舒服了 所以我必须要 然后刚开业我需要给他们多一点的支持 所以我就临时多加了一个晚上 我有几个优点 跟小小几个小缺点要跟大家讲的 对于这家饭店整体来说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因为设计感的部分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挑剔的 真的是非常的棒 细节都做得很到位 然后再加上我现在坐着的这个床啊 它其实质地比较硬 但是因为我喜欢比较硬的床 所以我是喜欢的 然后枕头他们也附上了硬跟软的选项 我觉得以这个价钱的饭店来讲 他们算是很贴心的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浴室的部分 他们家的水力非常强 对我觉得水力的部分呢 在开箱饭店的时候是有必要给大家知道的 因为有时候 然后出门旅行最怕就是回到饭店很累想要洗澡 结果那个水力 比那个尿低的很慢 所以 你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 你其实跨过一条马路就有蛮多本地料理 或者是一些有趣的咖啡厅 而且再加上如果你可以走的话 你可以走到我们所谓的MASJIT JAMET的地铁站 大概也是五分钟的步行的距离 然后你如果再想走远一点的话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到了磁场接一带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然后就来到了我所谓的小缺点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尽量把所有的缺点变成优点了 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附近大概五分钟以内都没有便利商店 我不知道对于旅客来说便利商店是不是选项之一 可能我常去卖股我太习惯一走下去就有便利商店 但是这里大概要走五分钟的距离才可以找到便利店 然后呢他们解决的方式就是在楼下放的那个自动贩卖机嘛 就我前面有拍到 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尽量在处理这些需求 你要零食啊饮料啊楼下直接买得到 好的所以总结呢这家饭店 以它的价格来说我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这里的单人房一个晚上还不到200块马币 我觉得对于旅客来说是很棒的一个选择 所以如果你计划来吉隆坡旅行 然后你的预算也没有到很高 可以住四星级五星级饭店的话 我觉得这一家也很不错 就是大家可以把马来西亚有设计感的饭店给住起来 好啦在这影片就这样子 希望你喜欢这一次的一起开放吧这个系列 希望你接下来一直都有这个系列 如果我一直出门的话 so呀我们下一支影片见 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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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